正如之前的報道這樣說 覺得很滿足 我覺得感動 因為拍攝這部電影的時候 導演也是比較年輕 除了我之外 我想全網都是很年輕 當然我也是年輕 但沒有那麼年輕 整個製作團隊 有一天拍攝的時候 我突然看著好像小影師流星 雖然他是很出色 但其實也是很年輕 看到在片場 譬如有一些製片部的助理 正如是中學生 有一點感覺是 這次得到其實我們是代表 我覺得每一個角色做得好 一定是有很多人在前後輔助你 所以我覺得滿足 其實是為團隊多於自己 我也是很著弱 我其實的心情在我Instagram 分享得挺貼近我真實的心情 可能以前有拍過一些作品 但其實可能很多都自己 都不是很滿意的 或者我其實有一很長的時間 因為拍攝都經常都不中 大部分都是不中 大概是去年開始 才得到很多機會 所以突然間有一個今晚的提名 是很激動 和不知怎樣反應 和很開心 我接這個項目的時候 電影公司問我 有沒有一些年輕女演員的提議 我沒有去到可以控制制作 而且我也覺得不應該 但這個角色其實是不容易演的 因為她在我眼中 她是一個年輕女 但其實她本身也是一個媽媽 所以在那個角色上面 其實是有很多層次的 她們後來拍攝完之後 就好像拍攝完之後 都好像不太好 找到很合心 然後我說 那我就真的要提議一下 因為我和Angela是同公司 我們有上一些workshop 我覺得她是一個很喜歡演戲 很有 passion的 對於演戲 很有熱誠 和很喜歡研究 和她很勤力 她有看很多戲 她有學很多東西 不停地增值自己 那這件事是令我覺得 是很… 其實是她很值得得到多些機會 那當然我提及 我和電影公司說的時候 她們全部都哭 所以其實最後得到的角色 是她自己努力 因為可能大家對她的印象 都是比較斯文的 就完全不是Candy這個角色的想像 那我說其實就… 因為我當然知道 她一定是有能力做到的 但是電影公司就好像 差很遠的那個想像 我說其實這樣才好看 還有去到最後呢 是有兩三個 有兩至三個最後其實都是很… 很貼近 就是她們是想了很久的 但到最後都是她們 都是憑她自己的努力 去得到這個角色 所以其實不關我事 是她自己努力回來的 不是啊 關你事的 我很感恩 在這個過程我都感受到 就是有自己努力的成份 就是以往可能早期的時候 得到的機會都是很幸運 或者不完全是自己的實力 而earn到一些機會 可能是觀眾對自己的新鮮感 或者相對的知名度 在剛剛出來的時候 那說回Casting的經驗 其實我都可能可以分享 就是到最後我都不是第一選 但因為有女演員她的期的退出 其實為什麼我當時那麼激動 就是… 就是… 我真的很容易哭 所以當時那個激動就是… 吸一口氣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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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過程中 終於有一點點是自己努力的成份 得回來的 所以其實我真的很感謝阿聰 可能她的那個推薦是第一步 但是我們拍攝整個電影的過程裡面 是… 最多提點 就是對我 是有很多演戲上面的提醒的 這個我也想說多一點 其實那個Workshop是… 就是… 一開始股先生她開始了 就… 大家坐在家裡都沒有工作 為什麼不上課 那樣 有空我們就在群組合約 然後就… 我們會很誇張 我們是… 在九龍灣的studio 我們做很多的improv 即是即興的練習 然後完結後一起研究 我們是… 晚上七點一起吃個飯 聊聊天開始 我們是去到三、四點 而這個禁場 即是這麼長時間的分享 我們… 有很多晚上都是這樣 很多晚上都是… 不肯走 即是覺得很棒 有很多我們同公司 包括Jennifer Rancy 林婷 German German 紫紅 Locker 很多 Yanny Fish 即是我們… 這班人是很固定的 而且… 誰有空就會上 每次的組合都不同 在戲裡的女兒是六歲 跟她的交流 其實那個關係是很重要的 那個關係到底是真還是假呢 其實觀眾很容易看到 但是… 最有趣的是你演戲的時候 她不是真的你女兒 我是大概一部電影 要開幾個星期前 就… 確定了我 沒有時間了… 沒有時間了… 那我就… 大一個女兒 在好一點的時間裏面 就出了幾次街 就感受一下 一些跟母性相似的東西 一開始都覺得 我都是像一個表姐 到底做了媽媽 那個真是你女兒的時候 是怎樣呢 就是又很不同 又要在裡面找 這個髮型是… 是最近沒有東西做的時候 一發其想 我有時覺得 女性的魅力是否只有一種呢 是否就是… 甜美可人這一種呢 我以前都沒有在自己身上 找到很硬朗 內心可能… 兩樣都有 會有很柔軟的時候 會有很困難的時候 但外表上我自己沒有試過 那我就試一下 我覺得女性的漂亮有很多種 有很多人 譬如這次澤龍眉城這個角色 其實不是一個很普通的人 但我覺得這套戲 很吸引到很想演 就是因為她記錄了香港 就是… 由COVID outbreak開始的 這一段時間 我經常覺得一些作品 你和時代又構上了 或者你這個角色是代表了 我眾生上的其中一些人 到這個階段 我比較喜歡想挑戰這個角色 很想別人做完之後 看完之後覺得 我都像這個人 我都面對著這件事 我覺得為這個地方 這對我來說 好像是為香港記錄下 我們經歷過這麼艱難的事 我覺得一個社會裏面 通常有一些很困難的處境發生 例如現在有肺炎試藥 其實最受罪一定是基層 其實基層基本上 就是在這個資本主義社會下 最被打壓的 我覺得Candy面對的問題就是 她只是想養活自己 和女兒這麼簡單 但是你會看到 雖然租金是有低了 但是其實還是很不合理地小 那些屋 然後那個租金的貴 和你賺回來的錢 都是不合比例地多的 其實我自己經歷這個戲 其實我有時都會想起我媽媽 就會覺得她很小 在這個戲裡面 Candy面對的就是 其實我自己死是OK的 但是我有一個女兒 那女兒逛家看到玩具 會想賣 你看到她想賣那個玩具 你都會心痛 我覺得這個角色其中一個有趣的地方 就是其實Candy自己都搞不定自己 她都是MK 她是找到錢 就洗了它 但是當你有一個女兒 你見到她捱我 我見到她冷氣壞了 很熱的時候 你就會產生一種 其實到最後都是想生活好一點 就是有這個很大的狀況 我覺得這套戲有時都會令我想起我媽媽 因為我媽媽在一些不可能的處境下 真的會知道一些很強大的武性和生存的本靈 我覺得這套戲的主子 就是我們代表的人 是你在街邊 就是你在街邊 就是你在街邊 隨便指 全部都是大家在困難的人 而我們這個困難 都是有人性的光輝 我覺得這個就是電影上的帶出的